云南昆明邪案发生后 中共加紧了对网路舆论的控制 目前已有45名各地网民 被指在网路上造谣而被警告拘留 此外 中国各地警方对辖区内 维族人士的大清茶也扩大到了 新疆籍人士以及藏族森旅 3月6日 中共公安部发表通告说 昆明3月1日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后 中共警方已对45名在网界网路上 编造、传播谣言信息的人 作出警告、拘留等处罚 周江网路作家赞爱宗表示 昆明邪案发生后 官方媒体统一发稿报道出来的新闻漏洞百出 造成民间质疑生四起 最早报道的是一个人 还是到现在为止是8个人 这么大的伤害 那他肯定要追究火灾 或者是昆明公安的责任 你怎么来保护路人的安全呢 疑点很多 新闻信息就披露的不真实 依然会产生网友造谣之类的事情 赞爱宗指出 当局现在抓人 只是进一步控制言论的手段 借昆明邪案抓捕一些网民 警告民众闭嘴 另外昆明邪案后 中国各地警方也在加紧在辖区盘查 驱赶维族人和新疆籍人士 许多辖区发通告 如发现有新疆人入住 经营商旅游等 请立刻报警 近几日 警方盘查更扩展到藏族僧侣 新临市火车站派出值班人员 也告诉记者 藏族虽然与昆明邪案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那里也在查 新唐记者李韵 书餐采访报道